小选手在招会时间 于全校面前续了一段棒球队战舞 场面相当热闹 因为这天有企业校友为了回馈母校 选择均一辆棒球队专车 校方收到这份大礼 包含学生和教练都改到相当整份 因为我们常常需要一地来训练 或者是要到他县市参加比赛 所以交通工具变成一个困难的问题 感谢东律游压董事会一致通过 捐赠一部动粮号的专车 当我们棒球队要一地训练 或者是我们他县市比赛的时候 一个交通工具 动粮号刚好是我们先父的名字 起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希望藉由动粮号这个名字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长大以后 都能够成为国家社会家庭的动粮 这份棒球队自从专业教练积极培训 团队成绩在这一两年是突飞猛进 也让社区民众院毕业校友是余有荣烟 不过棒球队在这之后 必须面临许多跨县市的挑战 频繁的参赛对于消防而言 也产生经费上的负担 如今有企业校友以行动回馈母校 也保障选手出门交通安全 我们希望借有一点点的支持抛砖领域 能够来对学校的棒球队有所帮助 希望能够在他们比赛 还是在训练的时候 无论在器材 无论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所帮助 校方表示 许多家长和校友都支持 学校培养球队 甚至会主动帮忙募集训练资源 因此校长也勉励小选手 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训练环境 将来持续用更好的成绩 作为回报 记者洪嘉宏 他就出了